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五星好评 上期中的螺丝粉测评的时候大家反馈还是非常不错的 就非常的踊跃的点赞啊那些什么的啊 最后就感觉大家可能还是比较爱看那种测评的形式 所以这期我们就要测评某宝相应盘前五的蛋黄酥 看一下哪一款更好吃呢 没错这些就是某宝相应盘前五的蛋黄酥啦 怎么感觉又有一股代工厂内味呢 当然这是绝对不是 这次我是买的时候我还没家没货 我去看了一下那个代工厂是什么工厂 这五家的工厂都不是一个工厂 所以现在我们就来开始评测 第一家老先生蛋黄酥 这感觉就是正常蛋黄酥也就长这样 个头还是比较小 等一下 它在里面咸蛋黄红豆还有一层学妹娘皮 吃着我觉得它味道其实还可以 但是就比较普通 就它没有一点是很突出的地方 而且吃的话我觉得它的皮比较干硬 口感来说的话我觉得不是特别好 它这是不是真的咸蛋黄 怎么一点咸蛋黄味都没有 它中间这个黄黄这个没有蛋黄味 这个感觉不太像蛋黄 这一款满分五颗心的话我给它两颗心 味道确实比较一般吧 下一个 比一比赞 蛋黄酥 这款味道的话跟上一款就挺像的 个头的话这款好像会大一点 来尝一下 这款里面的东西也是上一款一样的 蛋黄红豆沙学妹娘皮 但这款的话它这个外皮它会更硬更干一点 不过它中间的这个蛋黄味它可以吃出来 是真的有那种蛋黄的感觉 第一款的话它是吃不吃那蛋黄味 这款的话从味道上我觉得是比第一款好 但它的皮的话我会觉得第一款会比它好一点 所以满分五颗心 这款我给它2.5颗心 下一个 香克 蛋黄酥 这款味道的话就感觉没有前面两款那么香了 好像就没有那种烘焙的香气了 而且它这表皮好像是那个蛋黄叶熟过头了 特别的黄 尝一下 它这是不是坏了 它这皮怎么酸酸的呀 这皮酸酸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坏 还说是它的这个制作本来就会这样导致这皮变酸 它里面那些和前两款是一模一样的 也是三种标准配置 但是它里面的那味道我一吃 我就知道那是月饼里面的咸蛋黄和红豆口味 一模一样 这款的话我觉得个人不是太喜欢 满分五颗心的话我给它1.5颗心 下一个 这个字是怎么读来的 你好 你的店铺名怎么读 这叫 心什么 哦哦 心路 的物路 下一家 心路 蛋黄酥 这味道 这味道跟前面的其实也没太大的区别 我现在越吃越怀疑这四家是不同个代工厂生的 但是我真的去看看一下它们不是同一个工厂 不过这味道我真的觉得没有差多少 还是老三样 哎呦 嚼到我后脑少疼 这款的话应该说是我目前来说吃到算比较好吃了 要比前面三款要好吃一点 它里面蛋黄的味道和它皮的软硬程度都还算不错 唯一的缺点我感觉这一款的话它学妹娘那个皮太厚 嚼的话稍微有点难嚼 但这一款对比前面三款后我是觉得这款不错 满分五颗心我给它三颗心 下一个 熊妈 蛋黄酥 这一款蛋黄酥是唯一一款有包装的 所以它这个盒还是这样 不过这一款也是最贵的 我前面那四款加起来的价格和这一盒价格是差不多 这一盒的话是六个四十块钱 一颗的话是将近七块钱 奢侈 哎呀奢侈 说是我嗅姐出问题了 我怎么感觉这也差不多 不可能这一颗七块钱 要是和前面一样我直接跳盒之鸡 尝一下 哎 喵 喵 哎呦这一款太可口 这一款它里面的学妹娘皮其实也挺厚的 但是它这个蛋黄味贼的 有点那种真蛋黄的感觉 当然我没说前面是假蛋黄 只是我感觉我吃不出来那个蛋黄味 嗯沙沙的那蛋黄 整体之下我觉得这一款绝对最好吃 它的皮的话也要比前面几款要那种烘焙味会更足一点 更香 有一点那种黄油的味道 嗯 味确实是有贵的道理 如果撇开性价比从味道上来说我觉得这一款肯定是首选 但是从性价比来说的话这一款我感觉没有性价比 一盒将近七块钱 差不多两三口七块就没了 还算是比较贵的 万分五颗星这一款我给它四颗星 我可以给大家总结一下 今天藏着这某宝销量排行前五的蛋黄酥呢 总体的人我觉得确实是这个最贵的最好吃 所以确实是有贵的道理 其他几款的话我觉得味道都比较普通吧 但是它们价格便宜 性价比挺高 如果你是不在乎极致味道的人的话 我觉得其实这些也是可以的 但如果你是只追求味道不追求性价比的话 那当然是这一款是更好的 当然这期视频也照样是不含任何推广的 你们不要一看品牌就说我 哎呀 恰饭 恰饭 没有恰饭 然后大家如果喜欢看这系列的话就可以多多点赞 下期我也不知道测评什么 如果你们有什么特别想吃 特别感兴趣的那种测评食材的话 你们可以评论区或者发时兴告诉我 如果呼声比较高的话 我就会去做那个 好 那么今天视频差不多就到这里解说了 所以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帮你的频道观众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